北京时间12月21日,勇士主场跟国王的对决,汤普森场边观战。比赛中也出现了暖心一幕,格林小儿子给汤普森递上了一件比赛T恤。如今普尔和维京斯相继触发健康和安全协议,不过勇士并没有计划,让汤普森提前上演期待已久的付出首秀。 勇士成为疫情打击的又一支球队,如今疫情在NBA蔓延看来,已经有多支球队多人触发健康安全协议,联盟也不得不推迟多场比赛。勇士没能躲过这一截,在维京斯触发健康与安全协议之后,勇士后场少了两员大将。 本赛季至今,维京斯场均能得到18.7分4.5个篮板1.8次助攻,三分命中率高达42.2%,投篮命中率也有49.1%。 普尔场均17.9分,3.4个篮板3.4次助攻,三分命中率33.8%,投篮命中率44.2%。 维京斯和普尔也是勇士的2、3号得分手,两人如今面临隔离缺阵多场比赛的局面,这种情况下,科尔后场用人捉襟见肘,可是他们对汤普森的付出还是相当谨慎。 这一战,汤普森一身休闲装出现在场边,表情轻松,看起来心情不错。 有趣的是,格林的儿子也跟爸爸一起来到球馆玩耍,比赛中他还给球队装备经理豪森担当助手。 第二截小格林在豪森市医下,给还在康复的克莱汤普森递了一件比赛短袖,汤普森接过衣服,看了看,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。 随后,把他递给了妾傲渣,看起来就连格林小儿子都已经等不及汤神付出了。